它的厚度都是30公分以上 30公分以上 堂尺來的小朋友 在社區到我們人員的大頁 人家洩水社區的破壞鳳貓 像這個農村裡面最早的土甲村 還有這個婆羅蜜 都是在堂尺裡面 生長大群的小朋友很少看到的 沖萬元素洪味的洩水珠蘿寺佈島 是台灣教授給海拔地區 也保持有青春蘇淺攝帶鳳貓的蘇蘿寺佈島 小朋友來到這裡 除了人質豐富的生態 享受蘇蘿藥也能玩水 不管是大人還是小孩 都感覺非常特別 感覺很好玩 就是讓小朋友認識生態環境 它其實生態蠻豐富的耶 玩水好不好玩 好玩 對 好不好玩 很開心 對啊 有沒有 還想不想再來 弟弟好不好玩 好玩 好玩 為什麼好玩 你有玩水 玩水 你有玩水 我撿隻蟲 你累不累 累 為什麼累 呃 不知道 走很遠嗎 對啊 喜不喜歡這裡的環境 喜歡 有沒有看到什麼生物 蜻蜓 魚 有走過這樣的路嗎 沒有 平均衛東部辦公室 選擇台灣十大農村 安排多次的小朋友 來到十大農村 其他的社會社會 參觀體驗 除了聽證 政府近年來 大陸發展農村的能力 成功以外 也希望就適合全國其他農村社會學生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我們把社區再造成績比較好的給他們做一個鼓勵 然後也做為其他社區的一個標竿 讓其他的社區作為觀摩學習的一個對象 這次農村再生最主要的三生生產 生活 生態 在我們這個涉水社區可以說展露無遺 我們希望可以透過今天這個活動 讓我們來自於都市的小朋友 也能夠重視未來重視生態 更加的了解農村 喜歡還是不喜歡 喜歡 跟你們住的地方有什麼不一樣 很多數 超多數 還有沒有很多車 多次來的小朋友 最在這裡的感想 就是農村社區以外坐 車比較少 有這個機會來到山城所在 對他們來說 也有另外一種大開的難題特別經驗 接下來王朝聖採訪報道